這個是潮仙劑啊 這個是 這個是你們 中文叫造劍劑 對 要不然會說法國的白河 欸 他們 他們會直接剖半拿去烤耶 這個是咬豬 這個不是水果 所以當然不會墊的 但是這個是在 那在法國 我們常常會吃這個 特別是在法國的南部 那我最喜歡吃 因為你吃的是椰子 這一邊這樣 然後咬豬 大概咬豬半個小時 找四十分鐘 所以是吃它的葉子 Yes 然後裡面還有杏 它的杏也是更軟的 對 然後我們常常在法國 這個是像餐廳 這個你要加一點點 像我這裡 我幫你們加一個醬汁 這個是豬跟橄欖油跟芥末醬 芥末 對啊 這樣 然後你這是前面的葉子而已 那我們有法國有一個小話說 這個菜是真的是 因為你吃完以後 因為你全部的椰子 都要拿出來 所以你吃完以後 你的 你的班子裡面 有更多的東西 因為你看起來 該吃是這樣 但是你吃完以後 就很多椰子什麼的 你看起來你還沒吃完 因為要很多 但是裡面這個杏 真的也是很滿電的 他們今天沒有給你們吃 但是很滿電的 在法國好幾年以前 開始有很多 密西林的餐廳 他們開始做的 因為可以煮的是 可以吃 這樣吃很簡單 是平的 但是也可以吃熱的 也可以烤 也可以加起司 這樣 所以他們現在可以做很多的 其實美國也很愛吃這個啊 我們很喜歡 放在披薩上面好好吃喔 對啊 烤鍋跟芥末 這個水果其實我見過啦 之前我在一個 不是水果 蔬菜啦 我在一個醫療節目 那時候那個是抽籤的 抽到什麼食材 後來就要做那個食材的料理 結果我抽到這個 我那時候根本沒有見過這個東西 我也不知道怎麼煮 後來我們就想了一個辦法 我們就把它 沾著醬吃 因為它其實它味道 它本身的味道其實真的很淡 所以還是要靠沾 看沾什麼醬來吃 我在一個法國餐廳吃過 它是整顆去炸 整顆炸呢 上面的葉子 它炸過之後就會變很硬 但是它就是那個 連它那個心的那一段 它會有一點軟軟的 炸過之後那一段就軟軟的 所以它不用沾醬 它炸過之後那一段可以直接吃 可是吃起來口感有點像馬鈴薯泥 沙沙的感覺 其實我覺得它是個很可有可無的 一個蔬菜 可是其實它很營養 就是營養 我跟妳說 臭豆也很營養 沒關係 我們試著要遺忘那一段而已 像在南非其實要吃到 的披薩 要在比較高級傳正式一點的 那種義大利人開的才會出現 但我每次都覺得 因為會特別貴 我就覺得很沒有意義 就是沒有味道 對啊 就是莉莉亞克妳說沒有味道 我覺得其實有味道了 因為我剛剛一直搖搖搖 之後它會出現一個甜味 而且我覺得它的口感是會比較 有味道 真的嗎 哪有甜甜的那種泥的感覺 我們剛才是要吃他們的介紹給他們 給我們他們各國的這個農產品 是 非常特殊 其實台灣農產品一點都不會輸 台灣農產品很多都很厲害 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問一下 台灣的哪一些農產品到你們國家 一定會大賣呢 OK 我覺得是 是 對 因為 韓國沒有這個東西 而且 世家是我覺得 我個人覺得是 很有話題的一個水果 因為它是有故事 就是很像是在摸你的頭 才叫世家 因為之前我常做翻譯的時候 就是韓國人會來台灣 那時候剛好遇到夏天 夏天是世家的那個季節 然後 就台灣人會請他們吃那個世家 而且世家已經爛到就是 摸一摸就是會變爛的那種 就代表就是很甜的意思 超好吃 然後韓國人就覺得 那什麼東西好餓 因為外表嘛 就是有點凸凸的 但結果吃了之後 哇 韓國人直接丁異鄉 每天異鄉 大家一起分著吃 因為他們回去了 沒辦法吃 所以我覺得 把世家賣到韓國去的話 這樣一定會大賺 那你沒有吃過 鳳梨世家嗎 沒有 就是世家的品種 後來跟鳳梨 咬這個味 然後所以它那個世家 你想像那個世家的味道 吃起來是有點鳳梨味道 而且它的質地不太一樣 我們吃那個世家是很軟對不對 鳳梨世家比較稍微硬一點點 對 脆脆的 你知道鳳梨世家台灣其實也很難買 因為它全部一大批都外銷了 對 剛剛小禎說那個鳳梨 就是我說的台灣的 對我來說是個非常完美的水果 因為真的有大有甜 跟巴西完全不一樣 巴西的鳳梨其實也有 可是我說真的 巴西的鳳梨是真的酸到不行 是真的非常的酸到你 身體會不舒服 壞掉 真的會壞掉 就是我個人很喜歡吃鳳梨 那你如果吃巴西的話 你可能 我不知道中文叫什麼 你的皮可能會出現那個白白的傷口 因為太酸了 因為太酸了 那你如果繼續吃 可能你的舌頭還是會裂掉了 那我在台灣十年 酸成這樣 真的 會真的很酸 可是我在台灣十年 一直狂吃那個鳳梨 我為什麼不會有什麼問題啊 我的舌頭也不會裂 我的嘴唇也不會裂 就是那個白白的傷口 現在還有一種牛奶鳳梨 更好吃 所以我相信 如果把台灣的鳳梨 買到巴西去了 真的會大賺 牛奶鳳梨 長得又不太一樣 因為像我們 你知道那種鳳梨 不是很黃嗎 然後像剛才舞陽講的 就很鮮味很多很澀 牛奶鳳梨完全不會 牛奶鳳梨的顏色又更白一點 對 然後吃起來 其實現在的鳳梨 根本不會吃到酸的 我覺得另外一個 我之前覺得是一個小東西 我現在覺得這個東西很厲害 台灣的百香果 台灣的百香果 因為很小不占空間嗎 對 不是 不是 不是因為台灣的百香果是 因為像我之前讀大學的時候 它只有一個飲料 然後那個飲料我就覺得 我記得很多紙啊 然後覺得很煩 還每次都甩甩 然後就很多紙 就丟掉嘛 但是我上個禮拜 我去主持一個外景 我們要去這個百香果舔 然後去採這個東西 我們帶回去 帶回去然後看 可以做什麼創意料理 欸 百香果 你想做什麼都做得出來耶 我們那天比如說 我們有艾莎來 她做出那個 一個百香果沙拉醬 百香果烤雞 我們也做出來了 哇 超好吃耶 百香果真的是 對 差一講還滿百搭的喔 對 對啊 美國沒有百香果嗎 我好像要在加州才買得到 我上完茶 因為我家那邊我從來沒有看過 百香果 巴西跟台灣的比較 還是會有一點不一樣 因為巴西 你如果是要正學的時間來吃的話 我們會切一半吧 可是我們還是會加糖 因為對我們來說 我們巴西的百香果 還是有一點偏酸 但是甜甜的 可是那個酸還是有 可是我台灣的百香果 我直接用那個糖吃 就不用再加糖了 就滿夠甜的 對 再很多 可是大小就是大概跟那個 綠色的蘋果大概大 很大 很大 可是是酸 所以我們會回家糖 很大就對了 好 要介紹一個 台灣的農場物就叫 碧琪 妳剛剛是忽然間呼吸不過來 妳在罵誰 一直唸錯 一直唸錯 薄琪 對 我一直唸是 脖子的薄嘛 整琪的琪嘛 所以妳去菜市場跟老闆 也是這樣說 對 然後人家就是 老闆 有薄琪嗎 有 有 老闆說 所以呢 我不知道妳到底有什麼好抱怨的 節目就是妳搞成這個樣子的 老闆妳說 有時啊 有閉起 有閉起 有閉起啦 對 就是我要記起來這個叫做閉起 你漢字這樣子寫並不代表 就是直接唸就好了嘛 就是閉起 那這個東西呢 就是我是在一個麻辣火鍋店看到的 那不是都是可以夾菜嗎 那看到一個白白的小小的 很像就是日本的北海道的那個 小馬鈴薯一樣 好像可愛很好吃的樣子 然後就夾起來 就當作好像是應該是 類似馬鈴薯的東西 然後煮一煮之後呢 就吃一口 妳那個口感 超好吃 那個咬下去那個感覺 然後呢 還有蘇鴨 還有蘇鴨 然後呢 就是它的那個要消去那個甜甜 清清淡淡的那個甜味 真的讓我覺得 煮雞湯很好吃 好好吃喔 妳看妳在煮哪裡好吃 我曾經 雞湯喔 雞湯好好吃 我曾經把它煮在那個 現在有很流行那種 四川味的麻辣鍋 然後裡面不是那種很多辣香料 那煮壁脂超好吃的 就整顆拿下去煮這樣 整顆對不對 很好吃 對 然後我就愛上這個 就是我有時候會是為了吃這個 然後去這個麻辣鍋店 然後就是 欸 上上禮拜 剛好從日本那個 色格西邊那邊有朋友過來 然後她帶了她的家人過來 我就想到說 一定要給她吃台灣的東西 當然是 料理也是 然後食材也要給她吃台灣的東西 然後麻辣鍋鍋店 因為她的講法怎樣都會鬧事啊 對不對 老闆娘 然後 老闆 為什麼要罵老闆娘呢 你說說看 她的口音是不是怎樣都會出問題 是嗎 我叫做蜜蜜 蜜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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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知道蜜蜜很好吃 蜜蜜 對 蜜蜜好吃 沒有關係 李李亞 等到出事了 妳就知道了 這個真的好吃 對 很好吃 但日本好像也吃得到不是嗎 吃不到 日本沒有嗎 日本沒有 如果有一次就是很少一部分就是台北 因為平常的人都沒有吃過這個東西 不會有這個東西 現在有些人會把它切碎弄到水餃裡面 對啦 絞肉在裡面 吃紙頭啊什麼都吃 對 這樣的口感 可是還是整顆一個小小小 其實才還是很酸 對 其他人有吃過蜜蜜嗎 我沒有吃過 沒有 我其實到現在還不知道蜜蜜是什麼 剛剛在Goo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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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馬來西亞有產蜜蜜 我們從小有吃 而且我最喜歡的吃法 就是兩顆疊在一起吃 為什麼要這樣 臭豆疊一起嗎 沒有 就是兩顆這樣疊起來 因為那個脆的口感 就像你吃洋芋片兩片疊在一起 三片疊在一起 是完全不一樣的 我們都是要兩顆疊在一起吃 但講真的蜜蜜好像也不好 餐廳不好點 我第一次看過這個水果 我也是第一次看過 它算蔬菜了啦 這是蜜蜜 可是我覺得只是它可以煮甜的耶 如果煮甜蛋應該要好吃喔 它不能生吃喔 它要煮 不能生吃喔 別人我都是生吃的喔 是嗎 我小時候都是生吃的 我們沒有煮的 我們就是削批了直接吃 蜜蜜姐我們想問 因為它長得很像馬蹄啊 我們叫馬蹄 今天大家吃了不同的口感啊 可是好消息是 這些東西都可以在台灣的這個 農產品啊 果菜市場 也都可以找得到 大家有空也可以拿來吃看看 如果還有發現更好的東西 趕快告訴我們喔 今天謝謝大家的分享 謝謝 我們二分之一牆下次見 拜拜 拜拜 拜拜